为了提供民众散步休息 相关单位在大理西市设置有提顶步道 不过在乌至的环河路跟环中路口的河堤 竟有一处是不完整 没有接到路面的阶梯 民众一不注意就容易会跌倒受伤 而最近就有一位清晨运动的老人家 因为走到了这个阶梯 踩空而滑落到地面受到擦伤 这不完善的建设也增添地方的困扰 用手指着河堤阶梯 现在已经拉起封锁线禁止民众进入 仔细看看这个阶梯只有三分之二 并没有接到路面 在天色昏暗的时候 就有清晨运动的民众一不注意 因此跌倒受伤 他这个楼梯的路差太大 2月要2米 这如果欢风驰要去顺 有水又減滚也很危险 如果在时还是不在时 如果车的中路要运动也很危险 中间有一个也不知道要担担 射了 家宰是人家没办法 比较快 相关单位在大理西设置了提顶步道 提供民众散步休息 不过在乌日环河路环中路口的河堤阶梯 却没有连接到路面增添安全危机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解释 这阶梯是水利工作人员在工作时所使用 并不是给一般民众行走 现在第三河川局虽然紧急设置了警告标志 不过相关安全设施还不太足够 地方希望还是要再加设栏杆 或者是把阶梯延伸到地面 才能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